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哪个孩子尝尝自己的孩子是排在最后 人家笑他说自从长眼镜就没看过像你这么傻的妈妈 万一别人的孩子喂完了 自己的孩子没有奶吃 那怎么办呢 他只是很天真开朗地笑着回答说 不会呀 奶水自然很多 好多个孩子喝都喝不完 他认为只要是孩子的哭了 就他对我们寻行善有种种的教导 这种恩也是应该 报道 四者念施主恩故 施主就是护法 我们出家修道 这护法护持我们修道 这个恩也很重的 我们如果不发菩提心 所谓三心不聊 水难消 你要是不把三心归去 你和施主不吃一口水也不容易消化的 这是四者念施主恩 五者念众生恩故 众生对我们也都有恩 一切众生或者和我们有着相应的关系 所以我们也应该报恩 六者念生死苦固 第六 要发菩提心 要痛念生死 我们也要发菩提心 七者尊重已凝固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看作佛 我们自己既然有佛性 我们应该 他菩提心 圆成我们的佛性 所以也要尊重自己本有的这种灵敏决心 嘎者 忏悔业障故 第八 发菩提心的因缘 是要忏悔自己的业障 令自己的业障消除 我们忏悔自己过去的业障 有罪过都要改了 譬如我不持戒 我尽打妄想 欲心太重了 我这都是业障 我要忏悔 要真正生忏悔心 要在佛前改过自心 不要扣一个头说 佛啊 你保佑我多一点欲念 佛啊 你保佑我快一点还俗 这样子无法忏悔 而且有一些人一边在那拜颤 一边想男朋友 一边拜颤 一边想自己的女朋友 这样心有杂念也是不行的 这第八种 你要忏悔业障就要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就要把过去的污浊 邋遢这种思想都要把它洗干净了 这叫忏悔业障 九者 求生净土故 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见阿弥陀佛 十九未念正法 得九咒故 我们发菩提心修道 我们能真正修道 这就是正法九助 我们若不发菩提心修道 这就是正法不住事了 所以我们要有这十种的因缘 因此 如果想要心中烦恼少一些 做事情不冲动 想要改变自己 就要从内心开始改变 先学习如何发菩提心 而并不是学佛才会发 是做人就要如此 因为在这人世间 我们会拥有着无数的烦恼 会变得暴躁 会做出无法挽回的事情 而那个时候就会后悔 所以 发菩提心是能够让我们冷静 磨炼我们的心性 变得更好 也更有意义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银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福气小仙女 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说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可怜就应该去喂她 不论是谁的孩子都一样 这种亲近 平等 慈悲的心和佛 和事相应的 她虽然先喂别人的孩子 但是她的孩子也没有营养不良 相反的 每个孩子都又高又壮 一表人才又很乖 很忠厚 老师又很勤奋 从会走路开始就会帮忙种田 个个都很优秀又很孝顺 现在她有了孙子 她也坚定地信心笑着说 孙子一定会和孩子一样乖 果然 孙子出生以后 在婴儿室里面所有的孩子都哭 只有一个很安静的就是她的孙子 她拜佛的时候 把孙子连摇篮也带去拜 甚至背着孙子拜 孙子很安静 一听到阿弥陀佛就笑 到四个月大还不曾哭过 不曾掉泪 因为全家都充满了欢笑 即行善的气氛 胎教很优良 孩子个性自然也就安静温顺 他们的家从来不为孩子该怎么带起真知闹意见 或者用担忧和种种负面的情绪来带小孩 他们都用光明欢喜的信心来感召光明欢喜的事实 他们懂得用好的信念来造成好的事实 假如忽然间天下雨了 他就主动地去帮助附近的人 收好晾在外面的衣服 因为他带人很好 所以劝人念佛 大家都欢喜接受 村子里好多人告诉我说 我们都跟他学 可是他的度量我们学不来 他真的是有量就有福 一个七十多岁的阿婆说 自从他嫁到这里来 我看了他这么多年没看他 生气 天天都是笑眯眯 他都叫我们要欢喜 不要生气 我也尽量跟他学 阿婆还说 他教我们走路要念佛 走一步念一生 佛就是种一朵莲花 附近很多人也欢喜来和他一起拜佛 欢喜菩萨说 不知道为什么 我看到每个人都觉得很欢喜 他不用挂佛教的招牌 大家都喜欢跟着他学佛 念佛 阿弥陀佛的欢喜光充满在他脸上 这是最好的招牌 从孩子很小的时候 他就不断地教孩子 手要做好事 脚要走好路 嘴要说好话 念佛 心要向阿弥陀佛 连附近的孩子都背下了这个做人的总原则 有一位小女孩接受 和她的教导回去问自己的妈妈 妈妈 嘴要做什么呢 她妈妈回答说 嘴巴就是要吃饭啊 小女孩说 妈妈您说错了 阿婆说 嘴要说好话 要念佛 这妈妈听了也恍然反省自己 可能有些人活了一大把年纪 都不曾好好运用过嘴巴来说好话来念佛 村里有小朋友写作文 题目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她写她最要好的朋友就是欢喜菩萨 附近有老人家快要过世了 最后也希望来看她 和她一起念佛 欢喜菩萨所到的地方都散播着欢喜的光 进到她家里自然会受感染 因为她是快乐的 人的情绪一旦快 合作主导因素 做什么事情都会欢乐 为什么她的一生是快乐的 没有烦恼 给人的感觉是积极的 这是因为她温柔善良 心中有着爱 而她就将这份爱传达了出去 让更多人感受到了这份爱 然后更有力量往前走 而这样的人就有着菩提心 才能够有这样的想法 活在欢喜中 在佛经中就流传了一段话 此菩提心 诸善忠亡 必有姻缘 方德发起 今年姻缘略有十种 何等为十一者 念佛众恩故 二者念父母恩故 三者念师长恩故 四者念师主恩故 五者念众生 曾故 六者念生死苦故 七者尊重以灵故 八者忏悔业障故 九者求生净土故 十者唯念正法 得九助故 这段话中讲述的就是 如何才能培养菩提心 如何能够让自己 有着智慧活得高兴 其中死菩提心就是说 我们人这种求智慧的心 菩提就是觉到 觉到就是对着不觉到 我们众生就是不觉 若觉了就会发菩提心 不觉就不会发菩提心 那么这个词菩提心 就是说这个菩提心 因就是重的这个因 人就是帮助这个菩提心的助缘 因就是重的正因 人要帮助这个正因来发展 所以方得发起 而金言因缘略有十重 现在说这个因缘有十重 这十重因缘又是什么呢 一者就是念佛众恩故 我们众生不知道佛 对我们的慈悲息舍这种恩 这种恩是没有法子可以形容的 说也说不完的 所以这是正 你看佛三期修佛会 百节众相好 他无非想要救赌你 我献钱的众生离苦得乐 所以他自己先以身世饭来修行 经过种种的苦难 种种不能忍到 不能受的那种境界 所以佛的恩是最重的 二者念父母用故 那么佛恩是不容易报 我们应该要发菩提心来报佛恩 父母对我们也是有恩的 父母生我们十月 怀胎 哺乳三年 然后教养我们长大 这个也是很不容易的 三者 念师长恩故 第三的恩就是要念师长恩 师 就是所有我们跟着学法 学智慧的一切老师 那个声音师长恩 看 我来个简直 运手 咱的 咱的